台湾爵类学习知识库操作说明 点选进入知识库 首先介绍视窗界面 您在页面的左上方处可以看到快速查询框 您可以直接在查询框内输入要找寻的关键字词 或者是学类的名称完整学名 完成后顶选购即会进入全文检索 下方可以看到目录框 显示检索浏览方式下所有的内容目录 右方则是显示框 显示内容的图片或是文字 接下来介绍资料库的检索以及浏览的功能 首先介绍认识觉类 本单元提供关于觉类的基本介绍 以及辨识观察等相关知识 您可以直接点选想要阅读的标题 即可阅读里面的文章 第二种浏览方式为观察觉类 您可以浏览觉类各颗代表的图片 藉由外形找到您想要查询的觉类科名 点选图片后 即可阅读相关的内文介绍 接下来介绍辨识觉类 您可以借由本单元所引导的步骤 选择所观察到的觉类特征 逐步找到预浏览的觉类 选择身后点选确认 直接点选该科学类的代表图片后 即可阅读内容 接下来介绍生态检索 请先勾选页面上的设定条件 完成后按Enter或点选确认键 即会显示出所有的检索结果 查询结果会以列表的形式 呈现在页面中 您可以点选任一笔资料后进行阅读 再来介绍影音计时 影音计时内有三个单元 包含觉类入门 户外赏诀 以及观察包子 点选下方的图是 即会开始播放影片的内容 接下来介绍赏诀地图 知识库的内容 收集整理了台湾适合赏诀的景点 以花束 点选进入后 点选所带地区 点选赏诀的地点 即会出现该地点 常见或是特有的绝类 点选图诗后即可以阅读该绝类的内容 接下来介绍索引的方式 资料库提供 注音 笔画 以及学名三种的索引方式 您可以直接从显示框中 选择预浏览的索引方式 进行阅读内容 最后介绍小字典 由于绝类具有专用的名词 故知识库里 整理成为中英对照的方式 方便使用者查询以及对照 以花束点选后 即会另开视窗 显示内容 操作说明结束